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的節目 來到轉會市場的最後一天 今天已經是10月4日 還有一日關閉 也有很多變化出現 今早起床 誰知一起床就洗版了 就是卡雲尼亞 BBC的Simon Stone 西門石 也說到這位前巴勒斯的以門前鋒 前鋒今天將會飛抵英國 傳聞會加盟我們萬連 這位33歲的前鋒跟萬連在談 未正式達成協議 但很多傳聞 例如Fabricio 也說 應該會沾一張兩年的合約 其實6月底的時候 卡雲尼已經離開巴勒斯的以門 已經正式成為一個Free Agent 然後他一直都沒有消息 但其實之前也有傳聞說 他也跟萬連談過 但卻沒有進一步消息 但現在越來越多表示 真的會來英國面對面去談 究竟是怎樣 如果能夠做得到就做了體檢 而且珍籌方面 聽聞應該跟巴黎的珍籌一樣 這樣就不會特別 像上次的山赤士一樣 加他很多工資 但簽紙費都可以要付 所以 究竟卡雲尼如果真的加盟萬連 是否真的能夠幫忙呢 真的不知道 如果能夠幫忙就值得的 但不幫忙就像我們已經有這麼壞的經驗 會不會發生呢 就真的不知道了 根據Simon Stone說 萬連那邊的經驗是可以幫到 一群年輕的前鋒 另外 官方也說 大家也要記得伊巴黎的影響 他就希望卡雲尼有相似的影響 先說了卡雲尼 因為還有其他幾件事要說 卡雲尼這件事 大家一起說說 算不算是panic by 你問我一半半 為什麼呢 他當然一路都沒有說 這個寶物功夫算是做得好 但問題是 我們真的需要一個卡雲尼的球員呢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他也是 怎樣說 他只是代了恩哈勞的位置 恩哈勞一月就離開了 還有兩個多月而已 他來到 其實就做了恩哈勞的位置 但我相信他上席的機會會較多 因為老實 尤其是我們要破密集的時候 有一個大隻佬 還要頂得的大隻佬 其實真的能幫忙 他異傳也有一手 所以在我們所謂的Pan B的打法的時候 我們真的增強了Pan B的實力 雖然他33歲 但你也看到他還是能踢 不過 我想這個究竟是否panic by 取決於什麼呢 究竟他真的幫我們踢 還是相多的踢 在這兩年裡面 如果他好像伊巴一樣 基本上只要我們有需要他 他幫我們踢的話 我就覺得這個不算是panic by 但如果他還是相多踢 好像山齊士那樣的話 那就算了吧 又不見一塊錢了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這一刻我暫時判斷不了 但是真的看看他的傷勢是怎樣 或者究竟是否真的要很適合 因為他最後一年 在巴黎都沒有怎樣踢 那會不會養好傷 其實這個就跟我說 Gareth B的類似有點相似 他始終這幾年踢得少 會不會反而養好身體 不會那麼多受傷呢 這個就真的很難去判斷了 OK 說起panic by 就另外一單 Manchester Evening News的報導 我也不知道有多堅 這單第二單就反而 真真正正就是新組的剃補了 因為有一個叫做Facundo Pellistri 這個就是一個打一役鋒的球員 他現在還在烏拉圭 踢烏拉圭當地聯賽的Penaro這對球 這個叫做Manchester Evening News 據報導 我們已經跟他達成協議 就可以在結尾之前有機會 簽到他回來 Manchester Evening News引述 烏拉圭的一份報紙叫Sport 890 那份報紙簡直指曼聯 跟他這位18歲的翼鋒球員 已經同意了一個合約 這個說真的 就說簽了五年的合約 但他的球會Penaro 就想保持到他一月 但曼聯就想他快點來 因為為甚麼呢 做一個類似都是剃補 慢慢地發展他成為我們一個 我想是三叻擊的一個後備 可能James也不行的話 就找他幫忙 但這位球員只是18歲 初初來到也不知道會否一隊操練 還是擺放他在衣服 不過這件事就是烏拉圭的消息 有幾間就不知道 據聞都有其他球會 本身也對他有興趣 看看哪幾間 曼城和劉加素都對這位球員有興趣 不過我沒聽過也不認識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認識 他的名字叫Fakudo-Pelestri P-F-A-C-U-N-D-O P-E-L-I-S-T-R-I 另外說曼城就要說Alex Terlis 這位左閘球員 波圖的左閘球員 剛剛今天將會飛去巴西代表 國家隊去比賽 所以在結尾之前還談得如何呢 就不知道 但根據Telegraph的報導 他就會去巴西 另外Manchester Evening News說 曼城也好像想加一隻腳來 討論這位球員 究竟是真的假的 原來他也是引述90min 19min 引述90min這個媒體 曼城也好像加一隻腳 想買Alex Terlis 昨天先說曼聯 我們可能想省下一點 一月才簽他 簽他明年 不知道了 還有一件 昨天已經發生了 我出了影片之後 也有很多朋友說 就是Darlow仔 應該如無意外 真的會愛着米蘭 因為昨天 我們曼聯開始操練的時候 他就去了卡領頓 接著之後 聽聞就馬上坐了 私人飛機去米蘭做體檢 暫時我都好像未見到 有宣佈的 因為我今早很晚起床 暫時都未看官網有什麼說 所以我不知道是Darlow 不過Darlow仔是會愛着 去米蘭 什麼時候宣佈就不知道 不過應該都是這兩天 另外還有就是 這個叫做 Lis 仍然都咬著James 想找James去幫忙 我猜James沒那麼快 就算萬聯肯放 就說出到2500萬英鎊 如果真的要2500萬英鎊 也會賺一點 如果真的要2500萬英鎊 但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不會這麼快 如果剛才那位18歲的球員 Pellistri真的來的話 起碼他也要融入了 即是跟著一隊操練 可以做到一個替補 才會放James 我覺得放James的機會不大 暫時看看有沒有 漏了什麼 因為昨晚就做了很多功課 但今早這宗卡雲尼 我又駕了起來 卡雲尼就不能不說 所以真的要看看 看看有沒有漏了東西 我們先看看 那就 還有一件差點忘記說 其實Ismael La Saa 即是Watt福特那位 逆風球員 又不是10月15日之前要簽的 假設10月15日之後 我們還未簽到逆風的話 其實理論上還可以跟Watt福特 談一下沙 因為當地英國和英國的轉匯槍 有一個廣告 到10月16日 所以 如果我們簽譯風 剛才所說的都是留的 不行的話 還有一個機會 就是Ismael La Saa 其實我們還可以跟他談 10月16日之前 就能搞定了 如果真的要搞定的話 OK 所以這次節目就有些趕 因為我爛了起來 但是卡雲尼這件事 盡快和大家報道 所以這次來到這裏 大家真的留意一下 大家覺得第一 卡雲尼真的幫不幫到手 大家對他的傷患 有沒有信心 真的醫好 第二 大家覺得這是Panic Buy 就是為了討好 才買這個球員回來呢 另外下午5時 有條片 我和Matthew會說一下 我們球會的管理層 一個獨特的管理模式 真的是他們才可以的 也挺有趣的 另外在新聞圖那邊 已經出了影片 就是什麼呢 我看了一場U23的比賽 跟大家講解一下 U23有什麼新星 大家可以留意 其實兩位新星都是16歲的 以及U23為何我們的成績 這麼差 其實也是有原因的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